喝了每一口 你看它整層次都不盡相同 因為你會隨著泡素有所改變 所以你喝到了每一口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這個是自然給我們的回饋 所以我們在沖泡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入喉 也對於我們的身體健康等等的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茶館在裡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身後綠綠的這一些是什麼 沒錯 這邊就是茶區 今天帶你們來到高雄六龜的茶區 那現在就讓我們歡迎我們六龜茶區的主人 我們的劉士甫 劉先生 你好 歡迎 歡迎 嗨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這邊啊 我現在有看到非常多 非常多綠綠的這些茶葉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可以採的嗎 對啊 你現在可以看到現在 這些都是茶樹 這個都是可以採的 對 那我們這個茶區很特別 它就是沒有破壞掉任何的環境 然後它是種在這個虧癮的鄰居裡面 這樣子 所以它跟我們既定印象裡面的那種茶田那種很不一樣耶 對對對 因為我們原則上就是主打了說 我們破壞也不翻田的情況下 然後讓它跟森林共生共擋的一個觀念 共生共擋 所以這邊的環境的那個方式應該就是說 我們會有農藥嗎 這個地區因為我們主打是野放的部分 那野放的話我們就主打第一 不用肥也不用藥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那我剛剛開車上來的時候我發現好像每一個茶區好像是不是都離很遠啊 這是我們在調檢茶區最大的特色 我們在調檢茶區因為現在茶區很多都會有林田污染 那我們現在我們這樣子茶區的方圓的 我們正常50公尺裡面都不會有任何的茶區 然後會影響到它這個原始的茶區的生存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就是茶樹 我們現在看了這一區都是茶樹 很茂密耶 對 但是我們要採的重點不是這些葉子 那是什麼 是一新二葉 有沒有看到 喔 我看到了 對 一個芽 兩個葉 這個是潤葉 對 我們在採收就是採收任葉 嗯 對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喔 你看現在很涼嘛 對 很涼 我們現在海拔大概在1200到1300左右 這是它生產的環境這樣子 對 那像是我們採這個一新二葉啊 對 要怎麼去看它已經可以採了 正常我們在看就是你這個第一個芽頭嘛 新的時候然後兩個葉子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一新二葉的就可以採 然後你採收的話就是說你剛剛這個手掌這樣子 然後握在你的掌釘裡面這樣採下來就好 對 這邊的樹這樣子的分布超大超廣的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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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其實你看我們現在種的茶葉跟一般的園區比較不一樣嘛 嗯 因為山茶它比較深根型 所以我們為了讓它茶樹 因為本身它沒有那種這些肥料嘛 所以它的肥料是比較天然的落葉 嗯 所以我們都會把茶樹就是間隔拉得比較遠 讓它的根系不會互相搶到養分 你說這個B刺嗎 對對對 讓它這個根系可以適當的吸收到 然後這個土壤本身的一些微量元素 對 就是這個山茶種子跟一般茶葉一些地區比較不一樣的 很特別耶 對 對 這是我們六龜山茶很特別的地方 對 而且你看我們正常的茶葉可能到膝蓋而已 對啊 這個很高耶 這個 有的都比人高 有的都比人高 所以它就是我們這三個原則 對 就是說不放給不問藥 不安放 嗯 然後做這個原生山茶也放給一個概念這樣 對 就是我們這樣 然後一星二夜 對 我們正常採茶的方式這樣子 對 那正常成熟 你看這個看起來也很僵韌葉對不對 嗯 這個就是比較過勞了 它的心已經開業了 那開業原則上我們就不去採收茶 那這個茶葉可以吃嗎 可以吃看看啊 你看我們採茶就是都沒有在帶茶 沒有在帶水的 對 這個就是最好的止渴的東西 你可以試試看看 因為我們這個茶全部都是 很天生天養沒有煮嘛 嗯 所以說這個你吃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試試看 你咬的時候會有點覺得 浮浮澀澀的 有沒有像那個梅質的那種青澀味 很像在吃那個青梅的青澀味 可是它 它等一下就會讓你推一直 增口水 增口水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採茶這個都會 我們都會 它很脆耶 它很脆啊 對 它是新鮮的 對 我們正常都是早上四點起床嘛 嗯 然後我們大概五點天一亮 我們就再三下集合 哦 然後我們就上來 因為我們可以採茶的時間就是 大約五點 然後到這邊大約六點出嘛 六點開始採 採到下午兩點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結束了 哦 你看我們現在在大中午 可是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已經開始很涼 而且 你看整個氣候已經開始在降溫了 嗯 所以你知道它這樣有兩點之後 這邊會整個都起霧 整個都雲霧 所以我們會趕在雲霧的來之前 我們就先下山這樣子 一新二葉生長 然後到製作等等 你看茶葉就是 苦跟澀 是它最原始的原味 然後我們把它製作變成 甜 然後還有這個水順嘛 就像人生一樣 其實我們在體 我們在做人 就像做茶一樣 在體驗它的整個過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 嗯 教導我們很多 像人生的大道理 從茶葉裡面 我們也可以去體會到它這樣子 劉師傅 請問我們現在要泡的 這是什麼茶 嗯 我們現在要泡的就是 我們今天到茶園看的那個 原生三茶 然後製作成的全發酵 岩蜜紅茶 哦 那可以聞看看它泡茶的味道嗎 可以啊可以 你可以先看茶乾 你看我們 我們的製茶量就是 放大約這虎的三分之一左右 嗯 你可以先聞看看它的 茶乾的味道 好香喔 是香甜的味道 對它有一個香甜的味道 甜甜 它甜甜的那個味道 是什麼的味道 啊這個就是我們講說 茶葉裡面它多糖的成分 哦 對對對 那我現在來沖泡 好 泡的話不要泡太滿齁 對不用太滿 那原則上我們第一泡我們就 就把它洗掉 嗯 因為有一些人會習慣 第一泡洗茶 嗯 那其實第一泡我們 有時候會俗稱它比較像溫潤泡 嗯 對你像球狀的茶 我就會建議你第一泡 會有人把它沖泡掉 然後讓它第二泡會比較好舒服 哦 那因為紅茶本身是調佐狀的 你第一泡就不用把它沖掉 哦 對對對 就是了 好漂亮的顏色哦 對 這個破紅的顏色 它泡完的味道又跟那時候 剛剛在聞那個茶葉的味道 不一樣 嗯 會比較不一樣 謝謝 可以先聞一下它的味道 它是有一個甜香 它的甜香 對 這一泡會比較有桂圓的味道 嗯 有聞到 哦 好甜哦 所以像 野蜜紅茶它的特色就是 對 它喝起來會有 比較回甘嗎 甜甜的香味 它入口你會覺得它比較溫潤 嗯 然後香甜 然後山茶的回甘是在我們喝完之後 過了幾秒之後你就會慢慢覺得 那個時候開始會有回甘的感覺這樣 哦 覺得兩頰生津 然後開始生口水的感覺這樣 山茶的蜜味 跟東方美人茶的 小麗月產咬的味道是 不同的 東方美人茶比較有一點點 果蜜的味道 嗯 對 那個是因為它 被小麗月產給 拚咬到 然後它會釋放出 它一個很客殊的 複質 所以直接喝了之後 茶葉會有果香 嗯 那山茶的蜜甜香 是來自它本身的 茶葉的本質 就跟 蟲害的那個蜜 蜜味是 不一樣的 嗯 啊用茶包泡的話 譬如說我放下去 我有沒有什麼時候 就要把茶包撈起來 嗯 原則上我們茶包在泡下去的時候 你就看你的 這個 水變成像我們這個紅茶 比較 這個琥珀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哦 就不要讓它浸泡太久 你浸泡太久的話 它濃度會過於高 濃度過高的時候 就會比較酷 你喝起來的話就會 你會覺得太厚實了 太厚實 對 嗯 但是有沒有發現我們喝了紅茶 嗯 山茶喔 它本身膠質比較厚 嗯 所以我們在看紅茶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客戶講說 比如說紅茶 就是你跟其他茶湯比的話 它的茶湯的膠質會比較厚一點 對 你可以看的 可以感覺出來就是 它上面一層 亮亮的嗎 對 會有點像果凍這樣子 嗯 對 對 那是茶葉的膠質 哦 對 師傅那我想請問 有的人會常常說他喝紅茶 然後晚上就睡不著覺 對 那是有這樣子的事情嗎 嗯 紅茶它雖然它是全發酵 它的茶湯也比較 喔 琥珀紅 很多人 榨乾之家就覺得這個茶應該是屬於 熟茶 嗯 那其實 紅茶其實它是 在我們所有製作的工序中有沒有 它咖啡因是最 最重的 嗯 所以也會常常讓大家喝完之後一個誤解說 我喝紅茶吃不著 其實 紅茶的咖啡因是最重的 嗯 但是台灣原生種三茶它的特色是 我們台灣茶所有裡面的咖啡因 量是最少的 嗯 所以說喝這個原生種的 嚴密紅茶有一個特色它不會讓你們睡不著的一個 一個狀況 其實 野蜜紅茶它很特別 就是說 它當然它的耐泡度非常高嘛 再來就是說我們想 想用的其實是像我們早上在這個茶區看了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生態 嗯 所以我們在喝的每一泡你看它整層次都不盡相同 哦 甜味也會隨著 泡素而 有所改變這樣子 嗯 所以你喝到了每一口 你就可以感覺得到說 欸這個是自然給我們的回饋這樣子 哦 然後再來它跳脫一些紅茶比較不同的原因 就是野蜜紅茶它不會有苦澀的一個問題點 所以我們在沖泡的時候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入口 也對我們身體健康等等呢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茶粉這樣子 對 各位觀眾朋友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身後這一區 是我們的六龜山茶的其他茶區 所以可見我們六龜山茶它不只很有特色 而且呢它的多元性也很夠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謝謝我們的劉師傅 今天來幫我們介紹這一些 歡迎大家來六龜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的地方 我們有規劃一些公關的茶區 這邊可以做露營的一個休閒活動 那也歡迎大家來了解整個六龜的生態茶區 這邊整個環境的生活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跑那麼遠的話 沒關係我們都幫你想好了 只要你現在看完這支影片 然後按讚分享 我們就會抽出三位幸運的 三位送你精美的整套的茶葉盒 三位喔一定要記得按讚分享 好謝謝大家